大家请合掌 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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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放上 好 我们翻开讲义 269页 我们 终于 要到最后一个主题了 第44个主题 就是无忌 我们这个讲义 把这个无忌编在最后的一个主题 是有很深的含义 所以我后面这里讲 最后的省思 我们 把佛法从基础 到用功修行到 它的解脱涅槃 我们都谈过 那么最后为什么来一个无忌 就是让我们 最后把整个佛法 归纳到一个根本的问题来 作为我们最后的一个省思 今天不管是对外道 道内 种种的之间分歧 我们今天在这个主题中 是不是能厘清一个很主要的佛法特质 于是不共的特质在哪里 最后做一番省思 这个是很有意义的 好 我们现在来看讲义 这里是写有时空洞 就是有时空行 这个是导师 在中观经论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诠释 用我们现在的观念跟语言 来把我们现在生活中能接触的 一切的存在 跟时间 空间 跟一些活动的一种现象 用我们现在的观念 来诠释 如果对导师这样一个诠释 有所领会的话 那么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 可以理解 后面这些经文的部分 关于无记的这个部分 也关于缘起法的一个 重点把握的这个地方 我们就能够得到很大的启发 所以这个地方有时空行 导师在诠释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 这个地方要多用心琢磨 多思维 导师这样的解释 是什么内涵跟意义 我们要用心的去体会 这个地方有所体会 回过头来 我们在经文上 对于缘起法 他真正的佛法 不供特质的内涵 你就有所领会 那么对于佛法的特质 根本你就不会再动摇 你就会有责法眼 所以最后的这个主题 希望大家能够多用心 所以我才写最后的省思 好 我们来看讲义 有 有时空行四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 有 一般人以为这个有 就是自性有 或自体有 这由众生的无始 自性妄之而来 导师第一句话就提示出来 有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看得到的 一切存在的一切法 包括我们的心法 四心恶法都一样 这些观念 好 都叫有 那么这个有 我们众生总是叫自性有 什么叫自性有 自性就是不变的 本来就有的 永远存在的 这个叫有 自性的有 或叫自体有 自体有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这个 自己有一个本体 自己本来就存在 不需要其他的因缘条件 他本来就有 自体就存在 其实自性有 跟自体有意思是一样的 导师就点出来 这个观念是什么 是我们众生 无始自性望直而来 我们叫聚生我直 一切 有情生出来 就有这个自然倾向的执着 所以讲无始以来 就是自性望直 我们总是执着在自性见 实有感 就是由这个自性见 实有感 无始以来 就是这样一直相续来的 后面就解释了 中观者以为有 绝不是自性有 我们大乘佛法里面的 中观的思想 他就认为所有的一切有 存在的一切有 绝不是自性有 不是本来就有 或者是不变的 永恒的 单一存在的 都不可能 同时 无始性也不是多无 无始性是爱其为有的 第一句就把这个中观的思想点出来 中观否定一切自性有 所以他讲一切缘起性空 但是这个无自性的 否认自性的这个无自性 也不是什么都无 什么都没有 好像断面一样的 他说真正懂得空性 真正懂得无自性 反而才能成立一切因果与万法的存在 所以才叫做不爱其为有 也就是性空才能缘起的意思 如果是自性的有就不变 它不能缘起 凡是缘起了一切 就必是无自性的空 因为空亦故一切法得逞 这个就是中观的一个根本思想 导师第一句 先把这个重点提示出来 后面他会诠释 我们来看 翻过来 以中观则说 有是无自性的有 自性即是救急自性不可得 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 把导师的诠释 我们来认识一点中观的一个政见 是在谈什么 老师说 以中观则的说法 所有一切存在的有 都是无自性的有 这个有是什么 没有实性 没有永恒性 没有不变性 不是单一性的 都是什么 都是缘起组合的 条件众多因缘组合的 所以这一些存在的一切都是缘起的 所以它不是永远不变的 它不是单一的 它不是永存的 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 这样的有是这样的有 这样的有是这样存在的 所以一定要讲自性的话是什么意思 一定要用自性两个字 就是救急自性不可得 好 一定要用自性两个字来 玄容它的本质的话 那么只能讲是 救急自性不可得 所以一定要讲 无自性就是一切法的自性 这样知道 一定要用自性两个字的话 那么无自性 就是一切法的自性 好 而一般人则以为 有是必有自性的 自性既是实有可得的 好 那么从这个观念 我们要先把握 中观的空意在讲什么 讲无自性 好 其他的一定都在谈有自性 包括外道 好 我们的佛法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体系跟宗派 今天会有很多争论 其实观念也是在这一点 观念也是在这一点 所以我们在研究佛法 还没有深入这些法的体系差别所在 还不能理解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我们有很多盲点 奇怪 这个中派讲的 跟这一中派讲的 为什么有矛盾的地方 有冲突的地方 不同的法门 也是一样有这个问题 我们刚开始学活 都有这种困扰 所以即使你用功很久 最后你这个盲点突不破 但是今天我们回过头来 在导师的论述中 他把这些法 抉择得非常清楚 不要讲多少体系 最后归于 就是对于空性的理解不同 比如说中观这里讲的 自性不可得 是空亦复空 就是空性也不能执着石油 这个叫必以尽空 但是如果为事 为事他先破外境飞食 因为一切法为事 第二步才能所聚集 所边既飞食 能边也飞食 可以破能所相对 最后达到能所聚集 也能体正空性 但是这个空性 他们叫原成石 这个空性不能没有 空性没有的话 那就断灭了 他认为中观的 毕竟空是怎么样 恶取空 不了意 好 差别就在这里 大家要把握这个重点 所以原成石是什么 是石油 注意听 空性是石油 那么如果是如来藏思想 珍藏系的思想 珍藏心是什么 是石油 注意听 佛性是石油 自性是石油 所以一定要明白 所以最后我们把它归纳起来 就分成两个重点 一个是毕竟空 一个是原成石石油 这样知道意思吗 或者是佛性石油 自性石油 清静心石油 好 那么这里就有两个角度了 一个是无自性 一个是要有自性 这样知道意思吗 佛法最后我们会产生问题盲点 就在这里 所以导书这里点出来的 我们要先明白 先把握这个根本 所以中观则说 有是无自性的有 自性的救急 自性不可得 这个根本你先把握 这个叫空以复空 是吧 那么后面 而一般人则以为 有是毕竟是自性有 自性就是使有可得的 差别就在这里 好 今此所讲的有 即一般人所说的东西 物 俊摩罗斯意的荣述论 每意之为法 我们现在讲这个有 现在的语言就是东西 物 所有的物 我们看得到的 摸得到的 感受得到的 就是物品 或者什么东西 但是在荣述论里面 就称之为法 所以我们现在讲一切法 其实就是讲一切有 这样知道意思吗 一切现象 或者一切物品 持有 不论是是是 是理 一般人既以为是实有 注意听 这两个重点 一个是是 一个是理 我们一般人总是认为 有是有理 对吧 是是现象 理是它的内涵 但是不管是是是理 都是实有的 都是实在的 这种实有感 这个实有感 是什么 这个要注意 中国称之为物 物具代表一切存在 或存在的 这个存在 是看得到的 或者心中认为实有的 这个都是存在的 有是最普遍的概念 这种有强烈的 实在性的感觉 是一般人认识上 极为基本的 其实只要是有情 不只是人类 一切动物也是一样 有情 包括无色 无色的 有色界都一样 只要是有情 这种有 认为它有强烈的 实在性的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是很基本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讲 有情的聚生我之 生出来就有这种倾向 这是无时以来 强烈的那种 习性的存在 就是在这一点 各位我们现在在谈这个 看起来 好像在谈一个观念 其实不是 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身心当下强烈都存在的 这种概念 这个叫聚生我之 导师现在点出来 我们就要注意 这个地方我们能领会 我们马上就发现 原来我们当下也是存在 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佛法在破 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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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之 是什么东西 这里在谈的 就是这个东西 一般人的认识 极为基本的 不说现代的文明人 即使未开化的野蛮人 或是知识未开的幼孩 他们凡是感觉认识的 不晓得什么是假有 凡所觉触到的 都以为是真实存在的 这里就表示普遍都存在 不管是野蛮人 文明人都一样 大人小孩其实都一样 他都有存在这种巨生的 持有感的自信见 凡所觉触到的 都以为是真实存在的 这一句话 我们要去体会 是不是如此 如果是 我们在这里就会注意到了 这个根本问题 小孩不知尽力的影线 的人是假有 于是望之发笑 而以手去抓 那么野蛮人不知梦是虚妄不死 故以梦境为千真万确的 导师只是从这个地方 把镜里面的影像 跟梦中的影像 来比喻 我们很容易知道他非时 他是假的 如幻的存在 但是对野蛮人 对小孩子 他不知道这个是假的 他看到镜里面的影子 他还会跟他玩 是不是 他为什么会这样子 直觉的 这个叫直觉的 他就认为这个就是实在的 我们现在还是 讲野蛮人做梦 把他当做实在的 其实 我们现在做梦 有没有人把他当做实在的 我们有没有说 我昨天梦了一个梦 怎么样 你认为这个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会这样子 会问这样的话的人 到底是把他当做实在的 还是当做虚幻的 如果是知道他是虚幻的 我还会为昨天晚上 虚幻的梦在那边 还要到苦恼吗 还在那边相续不断吗 其实还是很多人 把他当做有实在感 是不是这样子 知道梦是假的 知道影像是假的 你绝对不会执着 是不是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也是一样 一切法都是实在的 一切记忆 感受都是实在的 不然今天你的忧悲苦恼 所有的情绪 所有的痛苦烦恼 从哪里来 不是从这里来吗 是不是因为这个实在感 大家要去体会 这种认识上极普遍的自性感 从原始的 幼稚的到宗教者 与哲学者的神秘探旋的 一脉相通 真是远远流长 这句话太重要了 这种自性感 实有感 从原始的 幼稚的 没有进化的人 野蛮的人 小孩子的体会 虽然是幼稚的 但是另一个角度 从宗教界 宗教者与哲学者 他们所神秘探旋的是什么 各位 宗教在探旋 最后要找到一个真实的 是不是 哲学者 最后找到一个 本来的 最根源的东西 是不是 现在的科学家 在探讨的 是不是第一因 这个叫什么 一脉相通 跟那个幼稚的小孩 跟野蛮人的那种执着 是一脉相通的 哎呀 老师 这几句话 写出来 真的实在是 一点破 我们现在宗教在探讨的 是不是也在 至少在找一个本体 找一个不变的自性 哲学是不是在找本源 科学家是不是在找第一因 这个是不是一脉相通 慢慢去体会 所以导师说 这个真是远远流长 所以后面导师就解释了 以佛法说 不但小孩 野蛮人 同有此种实在的自性感 就是虫 鱼 鸟 兽 乃至最下等的动物 凡是能感受到什么 而有精神作用时 这种实在性的质感 也多是一样的 这几句话 我们就知道了 一切友情 都一样有这一种 自性见实在感 这个是什么 巨神的 潜在内在 很深刻很深刻的 直觉就是这样子 那么我们就要注意了 这种实在的自性感 大家要去注意哦 问题就出在这里哦 那我们现在在用功 在修行 到底在哪里用功 在哪里修行 我们要发现的问题在哪里 就是这个东西 知道吗 我们今天学了很多法 很多理论 其实要你回过头来 发现根本的问题 就是这个 生死的根本 忧悲苦恼痛苦 造业的根本 都在这里 人类 由于知识的增进 从幼年到成人 从野蛮到文明 在日常的经验当中 渐渐的察觉到 认识的不一定是实在的 这在人们的认识上就有了 假有跟实有的概念 文明发展 科学也发展 教育普遍提升 是不是我们就有很多 可以发现 原来我们过去认为实在的 现在原来是患有的 慢慢知道了 它是虚幻的 不是真的 虽然是这样子 是部分哦 部分的明白 所以他有认为 一部分是假有的 一部分还是实在的 是不是这样子 但实有不一定是可靠的 好 假有你知道 假有这一部分 但是实有的这一部分呢 老师就点出来 连实有的这一部分 都还不一定是可靠的 有的在经验丰富 知识扩展后 既知道过去所认识为实有的 不一定是实有的 如青黄等颜色 几乎是千真万确的 在科学者的探究 知道这是一些光波所假现的 以认识经验的 从浅而深 即渐渐的从实有 而到到假有 这个是这一部分来做 比如说我们看到 光线的颜色 我们知道这个确实是 光线的反射 折射 产生的一个作用 我们看到那个彩虹 在虚空中也可以现出来 也有器材 我们从窗户 透过光线的折射 也看到很多的颜色 是不是这样 从这个地方就知道 这个叫光线的折射 我们从科学可以理解的 这一部分我们可以理解的部分 是知识的增长 科技的研发 慢慢我们也可以 从学识的理解中去明白的 然而常人为此 无始来的 使有望见所迷惑 所以不断地了达 实在者 成为假象 而终于觉得 他的内在的使有 构成假象于实质 现象于本体等偏执 这些话都很重要 好 我们过去有这一种 使有感的 望值的这一种迷惑性 虽然在教育 知识普遍的发达 我们慢慢知道 什么是假象 好 知道这个假象 我们会认为 真的它就是假象吗 不是 我们会认为 这个假象的背后 一定有一个实在的 或者这个假象的本质 一定是实有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 就是根本的 实有感的执着 根本还是有的 还是存在的 还是基于什么 俱身我值的 那个实有感 自信件在作祟 比如说 我们看到彩虹 知道它是假有的 那我们会不会想说 假有的 就不会执着了 总是会认为 假有的背后 总有一个实在 它才会现出来吧 如果它没有一个 背后的实在 它怎么能现出来 是不是会产生 这种问题 好 我们人 我们都知道 无印组合 六处的功能 知道它 一定会坏 这个不能否定吧 这个假有不能否定吧 对 但是心不甘 情不愿 知道吗 里面的那个自信件 还会作怪 什么作怪 这个假的 里面有一个实在的吧 不然 死了到哪里去 那我又从哪里来 这个实有感 就会生出来 所以认为 我们这个五印六处 是假的 里面有一个灵魂 是真的 注意听 导师这里在点的是什么 这个叫 无死来 使有望见的迷惑 虽然不断地了达 实在或为假象 但是 觉得它内在 总有一个实有的吧 所以我们会把 现象跟本质 把它分开了 这样知道意思吗 哦 原来外面这个叫假象 但是它里面 有一个实质 好 那么我们一切现象 是假的 总有一个本体来生 假的吧 不能假的从哪里来 有一个不变永恒的本体 是不是 所以这个叫本体论嘛 或我们讲的上帝 能穿造万法的上帝嘛 或者叫老母娘嘛 是不是 一切都是老母娘生的嘛 是不是 这个是什么观念 注意听哦 导师点出这个太重要了 这个就是 五死来的石油 旺见在迷惑啊 在作祟啊 所以人类啊 从文明的发展 知识的发达 科技的研发 慢慢的知识 普遍性知道一些假象 但是石油感 内在那种石油感 还是存在的啊 我们科学家 现在是不是还在探讨低音 到夸克 现在还有更维系的了 但是这个更维系的 就是低音啊 所以不管是哲学的 科学的都在探讨一个本源 本体或低音 是不是都在这里 如果这个一定要去谈它 我们佛法为什么讲五死以来 五死两个字很奥妙 如果有一个开始叫低音 知道吗 那开始这个低音 就是无音声的 没有原因而有的 才叫低音啊 那天下万法有一个叫 没有原因而有的嘛 那如果没有原因可以有 那虚空中谁可以奔出很多问题 很多现象来 这个都不能成立的 知道意思吗 慢慢去体会 注意哦 我们现在谈这个主题 主要要衬托的是什么 要衬托这些的飞食啊 从其他的任何角度 可以看出一切法 这样的观念它的飞食啊 所以要你体正的 就是缘起两个字的奥妙 这里就在衬托 这个过程就在衬托 佛法的特质 缘起论在讲什么 不是在探讨低音哦 注意听哦 要破的就是自信件哦 好 我们再继续看 即使说本体是不可知的 然后这个本体怎么去求知 去认识它 不可知不可知 不可说哦 不可说 最后只有这样一套啦 对不对 但是导师这里讲哦 即使说本体是不可知的 也还是要肯定此实在的实体 不可知我还说它是实在的 你们觉得怎么样 你再说一个理论 然后说这个理论是不可知的 既然是不可知的 你说它是实在的 你觉得很好玩吧 不可说 不可知 然后说它是真的 从普世的常识的实在 到形而上本体的实在 永远死在时有恶见之下 导师这一句话就讲得很重 普世的常识的实在 到形而上的本体实在 永远死在时有的恶性 恶见之下 为什么会导师讲 这一句话这么重 死在时有的恶见之下 今天这个时有感知性 见如果不破除 真的 你那个我直不破 哪一个人能解脱 是不是死在这个地方 恶见之下 生死相续不停 造业无边 那么从这个地方 就可以看出 这个自信见的严重性 石油感自信见的严重性 今天佛弟子 如果连这一点都搞不清楚 没有抉择清楚 寒寒凤凤的 还在石油感自信见 还有本体论 形而上的实在论 微信论 我告诉你 如果你是这样子的 你哪一个能破自信 自信恶见 也就是根本不可能解脱的 要知道 这个就是生死之根本 佛法这一点离不清 那跟外道有什么不同 跟一般的宗教有什么不同 注意哦 我一直在强调 佛法的于事不共特质 佛法于事不共的特质 在哪里 这个要先抉择出来 你才有折法眼 才知道什么法 是真的让我们 从这些自信见中而觉醒 而解脱 不在生死相续 这个生死之音是什么 就是自信恶见 要知道 这是无始以来 潜在我们根深里面 是非常生细的 这里一直在点这个 所以导师在写一篇文章 一直在点拨我们什么 要去体会 千经万点 都在谈这个 导师啊 写了那么多论述 几个重点 就在提拨这个 这些根本 如果我们不去把它绝花出来 不去把握 我们忙忙忙忙忙的 在修什么 你也没有面对问题 这个很重要 这句话说得重 但是我觉得太好 给我们棒喝一样的 这个地方真的要去体会 用心去体会 从时间上说 既追求此实在的根源 既是物的本源性 如何从此本源而发现为万有 如数论学者发展论的自信说 从空间上说 每分析到事物 甚至事与理的不可分析的数值 以为一切世间的合合相续 都是从此实有的数值而成的 如圣论学者的组织论的六句说 这个后面再提示证明 前面是讲 我们死在这样的实有的二见之下 后面用事实来证明 从时间的一个角度来说 为了要追求这个实在的根源 它的根本才是什么呀 物的本源性 要探讨这个 要追讨这个 然后找到这个根源 才说如何是从这个本源根源 而发展发现为慢慢发展成为万有 这个是不是一般的宗教都是这样讲 所以他提示出来 就是数论学者 这个是在印度的外道 数论师 它发展出来的什么 自信说 自信是一切法的根本 它不变的 是本体一样的 发展成万法 才能够生出万法来 这个叫自信说 这是从时间来说的 好 另外从空间来说 好 我们从一见四四五五把它分析 比如说 我们现在讲物质 是从原子来的 好 那进去呢 直子 是不是 中子 最后什么 夸克 是不是这样慢慢慢慢一直分析下去 分析到不可分 不可分的一个 最维系的 我们叫灵虚 是不是 那总是实在的吧 如果没有这一种 维系的物质的一个本质性的功能 哪里能够产生万法呢 所以它最后 还是要有一个实在的 维系的一个本质和元素 这样知道意思吧 那它来成立什么 这个才能成立万法 才能衍生一切的万法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 即使是原子 即使是中子 夸克 到一个最维系的一个什么子 它还会转化成什么 能量 这样知道意思吧 能量还是会消失的 有没有一个不变的实质的东西 慢慢我们要去体会 不管是从时间 要找到一个根源 那么从物质空间上 要找到一个最单一 最纯 最细 最维系的一个根源 这些 都去基于什么 注意哦 就是实有感的 自信件的这一种作祟 往这一方面去发展 所以它发展出来的宗教形态 就是在谈这个 那科学家 他不谈这个 但是他在找一个物质的根源 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都知道 科学家在某一个地方 他建立了一个地下 几十公里的一个管道 里面一个管道 里面用什么 这个粒子 某种速度 两个让它相撞 他现在实验什么 实验这个宇宙 是从大爆炸的原理 用这个两个粒子 相撞又产生的这个世界 那个叫第一 他们现在也在研究这个 有人就会担心 那这一撞如果爆到 那这个全世界不就毁了吗 是不是在谈这个问题 科学家现在在努力 也是在谈讨第一因 我们以前的理论说 这个宇宙是由于 两个粒子的枪状 产生爆炸以后 一个大霹雳 是不是 现在宇宙还在膨胀 现在还在膨胀 可以证明 比如说今年 测到的某一个星球 跟我们的距离 某一个星系跟我们的距离 三年后 那个距离更长 表示它怎么样 一直在膨胀 那膨胀不会永无直径吧 有一天这个膨胀的力量到 完了 开始往内说 是不是这样的 我现在谈这个 不是来谈火法 但是有意义的 往内说最后会不会蹦到一点来 所有的万物怎么样都毁灭 是一样的 但是诚问 它膨胀以后一定会往内说 最后还是怎么样 回到一个例子一点来 我们都知道太阳星系 我们说九大行星 是大行星 其实还有无量的行星 不是只有九大行星 但是有一天太阳的能量 会不会耗尽 会的 太阳能量耗尽的时候 它也会膨胀 最后会紧缩 最后地球因为没有这个能量 没有光的能量 没有这物质的能量 地球也会坏 我们从这个地方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可以看到它的无常性 但是问题是 如果你在探讨第一因 佛法最有智慧 它说无时以来 为什么无时以来 它体会的是元启论 不是本体论 不是自性见 所以慢慢你去体会 为什么讲元启论 为什么讲无时以来 无时两个字奥妙在哪里 你慢慢才理解 佛法 佛陀伟大大 发现宇宙的真理法则 真的除了这个以外 没办法解释 好 再看后面 即使不从时空去考察 在直对诸法的认识上 就是我们直对在万法相对的 直接认识上 也觉得现象内有本体的存在 这是直觉的 直接的感觉 好 这些追根结底 都是从自性有的寄质而来 所以今天哲学家 最后为什么死胡同 走不出一条路来 一般的宗教最后归以上帝老母 最后那个都是不可知不可知 不可说不可说的 探讨不到真相 科学家最后到这样低音也不可得 所以追根就地 这些所有的倾向 都是从什么 自性有的这样的寄质而来 都是从此一度 从现象直入内在的 质感实在性而来 我觉得导师在写这个 有时空行 这些解释 太棒太棒 用现代的语念 现在的观念来诠释 原起法讲空性在讲什么 在破除我们这种 实有感自性见 所以我说这个有时空行 这几段 我把它截取出来 放在原起最后这个主题的 这个无际性的这个问题 来诠释 为什么放在这个地方 因为它太重要 所以导师这些论识的重点 你能把握的话 对原起法后面讲的 无际的重点 你们就能把握 你们才听得懂 此实在的质感 本于认识根源的缺陷性 成为人类 众生普遍 老不可破的成见 这种直觉的实在感 这个就是我们众生 以这个有为的身心来说 它本来就有缺陷 不是完美的 所以就变成我们 老不可破的成见 所以我们今天注意听 我们佛法在讲正见 正见在讲什么 就是破除这一种 邪见或不正见 的一个方法 的一个真正的 正确的观念 所以各位要知道 我们今天一直强调 正见正见的重要 为什么一定要建立正见 没有建立正见 你就破不了这些邪见 这些错误的知见 你不是落入石油感的 上帝 不然就是老母 不然就是本体 这样知道意思吗 你一定会落入 所有外道 宗教的那个陷阱里面去 你看不到真相 你破不了自信见 破不了我执 没有一个能解脱的 这个地方就衬托出 佛法于是不共的地方 虽因意识的经验 推比而渐渐的理解 歇 而终于不能彻底掀翻 终于迷而不觉 而想象为假必衣食 从认识的现象 而直觉内在的真实 老师讲这几句话 真的是语重心长 老师讲这个是什么意思 对经验的推比 也可以满满的了解一些 表面的问题 但是深刻内在深浅的这些 总是没有办法把它掀翻 还是明耳不觉 最后归纳为假必衣食 一切是假的 里面一定有一个实在 从认识的现象 而直觉 内在的真实 里面有一个真实的 假必衣食四个字 你们要注意 为什么老师要点出这个重点 佛法的大体系里面 只有中观以外的 几乎最后都归于假必衣食 注意听 这里也是在 抉择我们大乘法义里面的 差别所在 为什么这么重要 这个如果不厘清 我们也在假必衣食的观念里面 我们的自信件能破吗 自信件石油感不破 我只能破吗 我只不破 一切的贪爱直取能停吗 能直洗吗 所以导师语重心肠 讲了一句话 我一直在提的 大家要用心 只要自信件石油感的影子就好 还有一点点的存在 我只就有安利处 这一句话你们要永远记得 我一直在跟各位点的 一直在启发的是什么 希望你们也能把握这几个根本 不然你们会落在现象 用现象来推理 这个人内在是怎么样 你们都是不能理解这个真相 所以导师最后结论 唯有佛法 寻求使自信而给予不可得 测了一切为假名 一切必尽空 少尽一切友情 所同病的也被人看作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的戏论 就是根本的自信妄直 彻底体正一切法的实相 既无自信而原有 原有而无自信的中道 这个就是结论 我们佛法今天真正在研讨的 真正体正的是什么 哪一个方向 就是在追寻所谓的自信 根本就不可得 岂会他的不可得 注意这四个字最重要 你认为实有的 认为你肯定的东西 最后你怎么找都找不到 怎么探讨 怎么追寻都不能证明 这样知道意思吧 注意听哦 这个探讨的方向 最后体会的 肯定的就是不可得四个字 绝不可得 佛法用功也在这里哦 注意不要搞错了 我今天体会到了 我得到了什么 我肯定了 我得到了什么神秘的直觉经验 我看到了什么境界 我体会到什么 不可得不可得的 那个什么佛国 那也多是在有啊 注意听啊 注意听啊 体会的是自信 即不可得 撤了一切为假明 一切只是假明失色啊 任何一法给他一个名字 都是假明失色 没有一法是实有不变的 所以一切必尽空 连空性亦空 知道意思吧 连空性都不能执着实有 才叫必尽空 才会扫尽一切什么 大家都认为 应该是这样 应该那样 所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这一种戏论 什么戏论 就是自信妄直 这个打破了 才叫实相啊 才是一切法的真相啊 然后一切实相是什么 无自信 所以缘起万法 缘起万法而无自信 才真正的体证什么样 空有无碍的中道 太重要了 我觉得导师 在启发我们这些 从存在的法 到后面的时间 空间 活动 一一的让我们去体会 这个是在我们现实的生命 跟生活中可以体会的 不是虚谈 不是玄妙的 佛法 我一直强调 要有根据内容 方法 还要能证明 不然 你信他干什么 不可说 不可说 请问你怎么学 不可知 不可知 你学有用吗 而佛法谈的不是这样子 生命 每个当下 可以体会 可以理解 可以证明 这样知道吧 好 我们休息一下